蓝西辰看到这一幕,销声一顿。忽然想到这句话,面色瞬间苍白如雪,双腿如千军重斑,无法动弹去救人。金光瑶见识不好,深深地望着仍在昏迷中的苏舍一眼,捏紧拳头,恨恨地扔下船送服。滚滚蓝燕冲天而起,无头人一拳重重击打进蓝燕深处。 但为时已晚,整个凶狮直接从蓝燕穿了过去,而人已消失无影无踪。无头人的拳头捏得紧紧的,全身紧绷得像一柄随时出窍的剑,下一秒就能大开杀戒。蓝西辰见状,与蓝旺姬隔在凶狮左右,严阵以待。百家人顾不上怒骂苏舍和金光瑶,压下对蓝西辰的猜疑。 缩着头瑟瑟发抖,大气不敢出一下,生怕发出一丁点声响,请客间就能引来那凶狮。 无头人骤然出拳,轰向一旁的中柱,仿佛发泄够了怒火,转身朝着厅门口走去。 此时的中柱布满了裂缝,轰然倒塌。 上方屋顶处失去支撑,木头和瓦片纷纷掉落,露出一大块洞。 整个房顶受这一击的影响,开始纷纷掉落灰尘,摇摇欲坠。 百家吓了一跳,慌忙逃出窦言厅。 魏无羡带着聂怀桑逃出去,本想顺带捞上宿舍,被蓝旺姬先一步带走。 摸了下鼻子,善善地收回手。 众人跑到厅外的广场才停下来。 才安心没多久,忽然听到聂怀桑惊呼千疮百孔咒。 视线不由自主地顺着聂怀桑的指引,落到蓝旺姬的手上。 他一路提着宿舍胸前的衣服,本就破损的衣领受不住这般力道。 在众人到达安全地后,撕赖一声顺着蓝旺姬的力道。 一分为二。 而苏舍整个人协力在半空中,挂着血迹的胸膛半露半眼,一边的破衣还在蓝旺姬手中,活像是强迫那啥似的。 众人没心思想歪这一出诡异又尴尬的画面。 因为半露的肌肤上密密麻麻生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猙獰黑洞。 蓝旺姬本就淡漠的脸,冷得犹如万年冰山。 眼神如刀,恨不能扎死苏舍。 冷不丁撒手,任由苏舍自由落地。 啪唧,众人仿佛听到几处骨折的声音。 抖着身子,敲咪咪地后退几步,恨不能远离这可怕的寒光君。 哦,苏舍还在昏迷中,突然感到全身剧烈的疼痛。 忍不住叫出声,清醒后才发现自己躺在露天广场。 环顾四周没找到金光瑶,不远处的窦盐厅竟破了一脚。 宗主呢,他在哪儿,你们是不是没救他? 一位家主阴阳怪气道,真不愧是金光瑶的狗。 一醒来就找他,也难怪他逃跑前还想带你走。 你不如先说说为什么你和金光瑶都有灵力,而我们的灵力为何莫名其妙消失。 另一位家主愤怒道,对,要不是医师说这是暂时的。 我非得拿剑锥杀金光瑶不可,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阴谋事? 一阵风吹过,胸前凉嗖嗖的。 苏舍低头一看,赶紧收拢自己的衣服。 魏无羡从聂怀桑背后出来,紧盯着苏舍道,金子勋的千疮百孔咒是你下的。 为什么要栽赃给魏无羡,兰望鸡和姜婉隐忍不住看了魏无羡一眼,谁也没说话。 金灵这时候大声嚷嚷道,莫玄宇,你竟敢提魏无羡,他做了那么多恶事,有什么可栽赃的? 姜婉隐阴着脸,赤道,闭嘴。 金灵倔强地昂着头,一脸不服。 一位家主忍不住道,苏舍跟金光瑶狼狈为奸,谁人不知。 当初不就是因为金子勋背下千疮百孔咒,才会跑来截杀魏无羡。 金子勋也因此而亡。 金光瑶才会一只独秀,进而掌控金家。 你身为他的儿子,连他的死因都不知道。 好意思在这位金光瑶说话。 金灵一脸乍白,摇头矢口否认,不可能。 你们在骗我。 所有人都跟我说是魏无羡杀了我父母。 苏宗主,这不是你干的,对吧? 你说话。 你说话啊。 苏舍冷笑道,你们少自以为是了,谁说是为了陷害魏无羡才对金子勋下的咒。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归于宗主麾下。 我下咒只不过因为我想这么做。 蓝忘机突然提见直指苏舍,冷声道,不是陷害魏英,为何金家将矛头直指魏英头上。 苏舍哈哈一笑,得意道,谁让魏无羡到处惹是爱闯祸? 一有什么坏事,第一时间就认定是他干的。 有人替我顶罪,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 灭怀桑忍不住好奇道,你为何要杀金子勋? 苏舍恨恨道,这种目中无人之辈。 我见一个杀一个。 围观的一位家主熟知金子勋的品行,猜测道,当时温家倒台,又正值三尊结义。 可不就是金家事大吗?金子勋这人惯爱骄横自大。 看不起当时还是附属家族的苏宗主,言语之间多半不友好。 照苏舍这心胸狭窄斤斤斤计较的架势,既恨金子勋乃至要下毒手,也无可厚非。 魏无羡听到这番言论,眼圈都红了。 可笑又茫然道,没想到竟是因为这种原因。 蓝望鸡声音紧绷,隐隐有一丝咬牙切齿的意味。 不查证据,直接对准魏英。 金家客真是好样的。 苏舍贤恶弟瞪了一眼蓝望鸡,硬邦邦道,这是跟宗主没关系,是金光善干的。 我不信。 我不相信,金灵拼命地摇头,拒绝相信这个颠覆认知的真相。 喷前方传来一声巨响,看方位是宗主卧房方飞殿的方向。 周边怨气,快速往生源处聚齐。 众人才想起还有无头人这一事。 蓝望鸡挥出捆线绳,牢牢绑住苏舍。 又施展带有自身灵力的禁言术。 除了蓝望鸡自己,谁都无法解开。 蓝望鸡提着苏舍,快不赶往方飞殿。 他要找到这位凶狮,凶狮不杀别人,直追金光瑶不死不休。 跟着无头人,定能找到金光瑶。 蓝熙尘跟了上去。 魏无羡和聂怀桑也跟上去。 就连将婉银和金灵,还有其他百家揣着一颗八卦的心,都跟了上去。 方飞殿四周有重重把守的几批守卫。 无头人一来就直接打飞他们, 一个接一个,垒成高高的人台。 逃跑躲避的守卫, 无头人懒得管, 直接一拳轰裂店门。 蓝望鸡他们赶来时, 刚好看到店门四分五裂的一幕。 无头人踏进时, 金灵脑子一热, 冲出去着急道, 小婶婶, 小婶婶还在里边。 江婉银一把拉住金灵, 怒斥道, 你一个小孩子跑进去干什么, 她夫人轮不到你去救。 蓝望鸡闷头冲进去, 蓝锡尘和聂怀桑紧随其后。 众人跟着动静来到卧房。 一个女人趴在书桌之上, 好似在睡觉。 无头人一边走一边砸墙, 都吵不醒她。 众人面面相去, 都想不通无头人到底在找什么。 金灵使劲推开江婉银, 跑到书桌边。 着急道, 小婶婶, 你快醒醒, 女人还是没醒。 蓝锡沉忍不住上前, 先是道义生欠, 再摸女人手腕的脉象。 刚一把脉, 震惊到, 她死了, 怎么会这样? 全场一片哗然, 众人七嘴八舌, 议论纷纷。 不会吧, 无头人杀得这么利索。 你是不是傻, 要真是无头人杀的, 她身上怎么没有伤口, 也没听见她喊救命。 没看到伤口, 莫不是中毒了, 谁干的, 这么丧尽天良, 对一个女人下毒手。 蓝锡沉凝重道, 是毒发身亡。 这件事得查, 不等众人回应。 无头人杂到落地铜镜, 一道光闪过, 消失在众人视线中。 蓝旺鸡一言不发, 踏进铜镜里, 聂怀桑侧头, 看了一眼蓝锡沉, 沉着脸走进铜镜。 进去后, 映入众人视线的是, 无头人正动手暴力扯烂 高层格子上挂得封尽皱脸。 高抬手轻而易举地拿起, 一直想要找到鹅东西。 一个被画满了密密麻麻皱纹的头颅, 大哥。 大哥。